攀位前民眾隨性地敲打爵士鼓 並細細欣賞不同樂器 台中樂器節五日正式展開 現場不僅有樂器市集 帶領民眾認識台中樂器文化 更邀請音樂家及樂團表演 期望吸引更多人流 帶動台中樂器產業發展 因為也有搭配樂器廠商的展覽 有在練習樂器的學生或者是老師們 能夠就是因為這個活動來參加 然後可以看到這些廠商 然後甚至就可以跟他們購買樂器 台中樂器文化歷史悠久 然而樂器著重精緻度且銷售單價較高 無法與其他地方競爭導致銷售困難 更因宣傳不足 樂器的推廣範圍有限 因此目前當地樂器產業發展受阻 我們想要推廣的就是 我們後裏在地產業的SYCLE 但是唯一的一點就是要有人來看 宣傳的部分的話可能還要再多一點 台中樂器節邀請廠商擺設攤位 並設置體驗區 以吸引民眾關注當地樂器 加強民眾對樂器文化的了解 然而活動雖首次移至草悟道聚集不少人潮 但市府以海報 傳單 羅馬旗等傳統方式 宣傳樂器節 仍有民眾無法感受到推廣成效 我覺得不太不太容易耶 對於完全對樂器完全不了解的 其實就是走馬看花 我覺得可能主辦單位要再邀請多一點 願意參加的廠商 我們未來大師爲就是希望草澤可以多面向地去邀樂器攤商來設攤位 有一個必須考量進去的是我們現場能擺帳篷的位置其實滿有限的 礙於場地規劃及宣傳成效不如預期 政府也逐一檢討活動席項 期盼能廣邀樂器廠商參與 未來更計劃與旅遊平台合作 藉由新媒體提升宣傳力度 以較有效的宣傳策略帶動台中樂器產業發展 記者楊瑞瑩 李玉婷 台中採訪報導